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速度是决胜的重点 针对一个创业者而言 速度是决胜的重点 那既然速度是个决胜的重点 最好的做法就是 个人对创业学习的建议 就第一个你要能够懂得提前学习 提前学习以外的话 你要有目的的学习 而且要快速学习 而且是马上有成品的学习 这样的话 才可以很快的达到效果 单纯 那当然基本上在学习之前 当然你要有一点基本地图 我们如果以财务结构的观点来讲 创业过程是 第一个是找钱 第二个是用钱 第三个是赚钱 第四是守钱 那它各自有各自的重点 找钱的部分的时候 你要懂得写创业计划书 那你要做所谓的投融资劣势表 那用钱的部分的时候 你对成本的概念你都要很熟 你要知道说你一个企业到底亏在哪里 跟其他业界的比较相形之下 你的成本弱点在哪里 可能是你的成本太多 可能是你的费用太多 也可能是你的额外的损失太多 你要懂得去用钱扣制 而且你要知道要把钱花在刀口上 也就是跟营业有关的行为 第三个部分要赚钱的部分 那赚钱的部分讲的就是收入 那收入的更高阶档案 想法就是所谓的收入模式的设计 你要有多种收入的模式设计 你要有多种收入来源的设计 第四个阶段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所谓的财务规划 跟现金流的预算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也就是说你要开始去懂得怎么样去找钱 也就是事前的准备钱 你要去用钱赚钱 甚至于你要去做所谓的现金流的预算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才有办法让你的企业 能够从零变成一的过程当中 顺利找到钱 从一变成多的过程当中 去迅速的复制你的赚钱模式 所以我说基本上创业速度才是决胜的重点 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idea 或你今天有十个idea 马上去做 那马上去做马上就测试结果 马上测试结果就不断的修正 人家是以新年星期一划365天检讨一次 你是一天检讨365次 那请问你谁会成功呢 当然基本上如果一天要检讨365次 是比较不可能的 平均大概 我们讲一天24小时来讲 如果能够一天检讨个12次 我觉得个人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吓人了 所以速度才是决胜的重点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